大家好,我是小波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MyBetist框架的课程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项目剖析 通过上一节课我们搭建MyBetist的demo项目 来解释MyBetist的一个工作流程 这个工作流程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使用MyBetist 这个使用流程是怎样的 第二个可能会给大家解释一下MyBetist内部 实际上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个流程 我们来打开上一节课我们建立的MyBetistdemo项目 查看一下这个代码 通过上一节课我们搭建的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可以完整的来查询数据库里的数据了 我们分析一下这段代码 然后来解释一下我们如何使用这个MyBetist 其实我这边已经写了一些注释 使用流程其实第一步就是要获得一个SQL session factor 第二步就是要获得它的SQL session 然后通过SQL session就可以去执行一些 查询新增或者修改操作 就是数据库的CURD的操作了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SQL session 其实我们学过JDPC的同学 抓过JDPC的同学 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最后我们要操作数据库 都会通过一个connection来做 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就把这个SQL session 理解成这个connection 我们回想一下那个JDPC操作数据库是怎么做的 这里呢我 算了不写了 我们直接百度搜索搜索一个 现在JDPC的例子吧 这个太多了往上 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回忆一下 比如说随便找一个 所以操作JDPC操作也是先拿它的driver 最后也是为了建出一个connection出来 然后通过connection建出statement 通过statement呢 执行一些SQL语句 最后呢要把这个connection给关掉 那现在再扛过来看我们这个Java的代码 像mybetis这个代码 我们获得了这个SQL session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用SQL session里面带的一些方法 去执行数据库的CURD操作 不需要像JDPC那样再建一些statement 当然其实内部啊它都是做了这些事情 在一会儿我们讲它的内部运作流程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 先看一下像这个 这个SQL session里面啊 会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来点一下看一下 看很多很多方法 delete commit insert 大量的查询select select list 所以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理解我们的SQL session就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讲跟connection很类似对吧 那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注意一定在finally 要把这个session关闭掉 因为其实本身的这个session里面啊 是带着这个db的connection的 嗯 open session 其实就open了这个connection 因为我们讲 其实mybit 是它最底层一定也是通过Java的这个JDPC去操作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session不把它关闭了呢 相当于这个connection也没有关掉 那如果说你的程序大量的不去关connection的话呢 就会造成那个数据库的资源的浪费 并且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数据库里面 讲完了这个SQL session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还有 呃 这个SQL session是怎么来的 可以看到是通过一个 SQL session factory来的一个工厂 那这个工厂呢 又来自于这个 SQL session factory build 这个类 通过build input string来建出来的 那input string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上面看的 它是一个input流 那这个input流呢 在这里它是通过一个 资源文件把它读进来的 资源文件呢 我们在前面大项目的时候 自己建出这个文件来很清楚 它是一个exam的配置文件 也就是我们整个mybitis的一个总的配置文件 在这里 你说这样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了 那我们就是通过mybitis来操作数据库 这个使用流程呢 就首先 我们通过SQL session factory build 读取一个资源文件 通过这个资源文件 总的mybitis的配置文件 build出一个SQL session factory 这个工厂类的实例 然后通过这工厂类的实例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个个SQL session 然后通过这个SQL session呢 去执行我们数据库的CEORD的操作 最后呢把这个SQL session啊 给关闭掉 这就是我们整个使用mybitis这个框架 去操作数据库的一个使用流程 了解了这个流程呢 其实我们最好还是要去对它的原理啊 做一些抛析 也就是说实际上 嗯 我们这样做了 通过这个流程来使用这个mybitis啊 已经完成了数据库的这个查询 那实际上它内部这个代码是怎么走的呢 我们说这个mybitis它最终 还是逃不逃不了这个jdbc的这个操作 比如说底层在mybitis框架代码里面啊 它是怎么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流程给执行下来 并且最后把数据找出来呢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QL session factory是怎么建立的 点进去看它的原码 build ok 这里就是通过读取这个xml的输入流 然后把它转成xmlconfig build 这里build 然后 会生成一个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y这个类 这样的话就获得了这个sql session factory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这个 我们定义的这个sql session factory这个接口啊 这是一个接口 实际上我们获得它的那个实例呢 是这个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y 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y ok 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个通过这个sql session factory 我们打开session open this session的时候我们干了什么 点击这个方法进入 sql session factory 我们看一下它有多少类的实现 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是通过这个defaultsql session factory 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进到这个sql session里面 看一下opensession的方法 opensession 它实际执行的是opensessionfromdatasource的方法 ok 到这里来 这是我们看到它在这个程序里面啊 它会去通过configuration呢 拿到它的erament 还有它的transession factory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主配置文件啊 诶 是不是就发现 跟我们这个配的元素是很很类似的 就是在获得这个erament 拿这个transession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刚刚这个代码里 所以呢 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sql session 拿到sql session之后呢 呃 就开始可以做jdbc的操作了 我们回到那个 manlocal application这里 下面进行这个jdbc的操作 那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操作 就是select one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呢 它就是会去调用 我们在这个mapping的配置文件里啊 呃 有一个select student 这个key 所定义的一个sql语句 那这里呢 是一个参数 id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呢 通过这里设置了一个参数进去 会把它拼接成一个完整的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从student的表里面找出id唯一的这个用户 这个student 那我们现在就去研究一下这个select one 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mySQL是什么完的 也是点击这个方法进去 这时候 呃 这是一个接口 它会有两个实现 一个defaultsql session 还有一个sql session manager 那这边是 应该是defaultsql session 这边研码就不带大家看了 刚刚 呃 其实 很清楚 它是返回一个defaultsql session 的类 在这里 在这里 它会执行一个select list 我们继续一起跟下去 select list 这里呢 是 执行的一句话 exql query 那我们继续跟下去 这边呢 它其实进了一个catch exql query 继续到这里来 又一个query 那时候呢 它会回到一个basics qt里面来 执行到这 那其实说 呃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路径呢 其实我们真简单 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debug的方式 就可以跟到这里来 待会我们可以试一下 最后再进去这 这个是越来越接近这个 底层它sql的执行了 ok 这里有个duquery方法 进入simple execute 可以跑到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句话 preestatment 看到这个类就很熟悉啊 就是做gdbc 所以抓我gdbc操作的时候 我们最后一步就是 preparestatement 然后通过preparestatement呢 去execute一些gdbc的增上改善的操作 再跟进去看 preparestatement handle了 进去 ok 这里 我们拿到了一个preparestatement 然后进行execute 那这个preparestatement呢 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 我们抓了gdbc的一个 preparestatement 这和gdbc的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到这里呢 所以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 mybellist的内部 其实也是 最底层 也是通过gdbc来操作 只是通过mybellist 这个oim的音色呢 把它封装起来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app 嗯 慢入口方法 那下面呢 就是 关掉这个session 至于说这边还有一步就是说 把这个 查完之后啊 查出来结果 它怎么再 又封装回一个student的这个并对象 那这里呢 因为实际关系 就不带领大家再看了 以及这个sessionclose的圆码呢 就不看了 呃 大家呢 一定要掌握这个 查看圆码的方法 呃 我们在学习一些看圆框架的时候 其实 任何文档都比不上 直接去阅读圆码看的更清晰 我们可以 在借助文档的同时啊 去仔仔细细把圆码翻一遍 你会发现 呃 很多知识都藏在这个圆码里面 那刚刚其实给大家看了那么多圆码 有一点我可能提一下 就是利用marven啊 其实我们可以很 很方便的把这个圆代码给download下来 这里 marven插件这里会有一个 downloadsauce 只要点了这个呢 啊 就可以把圆码download下来 那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那今天这档课呢 带领大家就是了解了一下 我们使用marveness 它一个使用流程是怎样的 以及它内部啊 marveness 它是怎么通过这个内部框架 让这个JDPC 实际上底层的JDPC 再运作起来完成这个查询语句的 那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呢 可能有些枯燥 那同学们 其实只要掌握 这堂课前面那部分讲的 怎么使用 marveness的这个流程 呃 尤其是看原代码的能力呢 还是需要我们在 进口的开发过程中 逐渐累积 呃 不断学习 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